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们不会想到往后 当然年轻的生命连死亡都不会相信 青年人也没工夫去想好 但是总有一天衰老和死亡的磁场 会收走人间的每一颗铁钉 我也想到自己的衰老 因为年龄的赤水线已使我震颤吃惊 甚至在梦中也能看到生命的船在渐渐下 但是别怕 我安慰自己 人生就是灿灯 走上去不过是宁静的雪风 死亡也许不是穿黑桃的窟窿 他应该和诞生一样神圣 回首往事 我的心灵难以停静 我很平凡 不可能活得无愧无悔 我很普通 也不敢奢望猎取功名 我愿意接受命运之神给我的一切馈赠 只拒绝一样平庸 即使我衰老 我也是骄傲的 瞧吧 这才是真正好汉的一生 我会说 我生活过了 思索过了 我用整整的一生 做了一个小小的耕耘 这就是老人的美啊 美得庄严 美得凝重 这就是我的努力 我的卑闻 这就是我意志的考场 才能的准秤 而且越是接近死亡 我就越是对人间充满着爱 正如许可 像斑驳的古妙 而灵魂 则像统住的巨钟 假如有天 我被后人挤出这个人间世界 那么高山就是我的分影 河流就是我的笑声 在人类丰碑的祭奠碑上 一定会找到我的幸福 我相信 也一定会找到 在座各位好朋友的幸福